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属鸡与乌鸦 屯泽人喜欢养属鸡,这种鸡身上有花纹,脖子上长着一圈红色的羽毛,很是美丽 有一天,母鸡带着小鸡去找石齿 忽然,有一种名叫陈锋的大鸟飞过,母鸡急忙张开翅膀,把小鸡紧紧地护住 陈锋无法捕捉到小鸡,只好兴兴地飞走了 过了一会儿,一只乌鸦落到了地面上,和小鸡们一同找食吃 乌鸦和小鸡很亲切,简直就像兄弟一样 母鸡看了她好久,乌鸦总是显得温顺和善,母鸡也就不再提防她了 乌鸦见时机成熟了,突然叼起一只小鸡飞向天空 母鸡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,呆呆地望着天空,好像后悔被乌鸦欺骗了 当人们太平安全时,由于放松警惕,往往会招来大祸 所以,必须居安思危,不能麻痹大意